夫妻双双把家还这首歌大家一定听过 这首歌寄托着中国古老的爱情故事 几乎谁唱这首歌都可以大火一把 曾经索宝丽就因为在春晚的舞台上唱了这首歌迅速走红 其实在此之前索宝丽就已经出演过一些影视剧 只是相比她的影迹她的歌声更加吸引观众 但是事业正红的时候索宝丽却退出了娱乐圈 还去了德国生活 本以为她是去享福的 但是在15年的时候却传出她在德国去世的消息 当时的索宝丽只有56岁 据说她是因为得癌症去世的 索宝丽最遗憾的就是自己没有好好报答自己的养父母 而网友们则为她的离开惋惜 因为她的歌声真的非常好听 可以说百听不厌 这样一位奇才离世难免让人不舍 不过索宝丽的一生也很完美了 在事业上她曾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非常成功 和老公去到德国之后也过了一段频繁的幸福生活 已经很圆满了 至于她的遗憾其实也是很多人的遗憾 好像医护美奥女士对自己的父母问心无愧的 希望在天堂的索宝丽能放下心中的遗憾